我是江府试婚丫鬟 姑爷是个辣枪头 第一碗就不中用了 在我多次偷偷用手测量长度时 她怒了 翻身下地 要给我找个尺子 几次酣畅淋漓 我瞧着她那个哒啦的样子 思索着 这婚事怕是不成了 她还跟我急了 颇有些不死不休的气势 再用那种眼神 瞥一眼 你就试试看 给人泪成那样 我只好安慰几句 顾公子不必介怀 想来是奴婢粗活干多了 你又是养尊储優惯了的 可以理解 归家后 与夫人小姐事无巨细地禀告 顾公子宽肩窄腰 恐无有力 唇舌灵动 手指灵活 只可惜关键部位不够持久 第一日 慎为生疏 第二日 勉强行事 第三日 已不能忍事 小姐红着脸 夫人愁眉苦脸 然而 事态发展 与小姐预想的截然相反 试婚只是走过场 两家人依然其乐融融 大小姐择日出嫁 小姐本不愿嫁到顾家 让我为难顾公子 在添油加醋地讲试婚经历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老爷说一不二 夫人也不敢反抗 其实小姐的心上人另有他人 竟想私奔 留我善后 让我替他假死 他假死 我真死 亏他想得出来 我慌了 他跑不跑得成 我都是活到头了 我苦口婆心地劝 顾公子比他那情郎 好上百倍千倍万倍 子奈小姐 以风魔 被爱情冲坏了脑子 憧憬着私奔后 幸福生活的小姐 完全听不进去任何劝解 小姐哭得梨花带雨 装作不嫌弃地拉住我的双手 那神情仿佛给了我天大的颜面 他诉说着我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恩情 他与我感情甚度 如今是要我报答的时候了 我给他家办事 他家给银子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怎的就要抵了命了呢 为了活命 我给脑子不清楚的小姐讲述 留我一命的重要性 比如 全院上下 谁有我伺候的妥贴 头脑机灵 办事利落 况且假死一事 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若办砸了 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这里面需要打点的是 多着呢 小姐点头认可 所以本小姐只信得过你啊 她就认为 我就是替死之人的不二人选 我绞尽脑汁 出了一个离奇失踪的主意 小姐不同意 担心坏了名声 怕日后想回来都回不来了 好说歹说 就是要我死 真是笑话 把我活活烧死 好保全他江家大小姐的名声 我傻 在我正焦头烂额时 表少爷风尘仆仆赶来 隐忍着怒气 向小姐发难 原来是表少爷 早就向小姐要了我 谁承想趁他不在 我被送去做了试婚丫头 还有这一出 真是柳暗花名又一村啊 勾搭上表少爷 就是做一个暖床丫头 也比舍强 我正美滋滋庆幸着 又给我当头一棒 小姐捂嘴浅笑 惊讶道 事已至此 表哥还愿意要她 表少爷深深看我一眼 惋惜之情 异于言表 我低着头 闷不吭声 装安蠢 小姐从不是个良善的 我若表露出一点 不该有的情绪 回去了免不了一顿毒打 心中思索 事关生死存亡 只要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该好好把握 当晚 我轻装上阵 装扮得楚楚可怜 悄悄摸进表少爷房里 跪在床头 薛小姐的样子 哭得梨花带雨 月离清新表少爷许久 若能伺候表少爷 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求表少爷垂帘 见得他的耳根都红了 我猜想此时有戏 本想着先生米煮成熟饭 正慢慢往前挪 眼看着要碰到表少爷衣角 却被嫌弃躲开了 表少爷脸上挂着浅笑 说出的话 却让我毛骨悚然 若你真结还在 真想要了你 这小模样行动时做成人偶 定是绝佳的艺术品 随后叫人将我扔给了小姐 给我嫁走的两个小丝 也是力气大的 我被重重地一摔 顺势趴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小姐动了怒 扬言非打死我不可 我以替死之人 恐有伤露线为由 逃了这顿打 但是体罚是免不了的 被罚跪着为小姐 扇一晚上的扇子 这有何难 小姐不知道 每次她睡着我就不扇了 然后第二天装作 抬不起手就好了 伺候她这些年 她的生活习性 我早了如指掌 我边扇着扇子 边想着新的法子 如何将小姐预备私奔之事 巧妙地告知老爷夫人 但也麻烦得很 老爷夫人若是知道了 小姐与情郎私会 此次都是我掩然耳目 出谋划策 不得活活打死我 老爷指望着借女儿的婚事 搭上顾家 花了多少心思 搭上多少银子 眼看临门一角了 我有几条命 敢去她跟前蹦打 只能是有比搭上顾家 更高的利益 才能动摇老爷 然而 姓林的 只是一个教书先生 较知顾家实力背景 简直天差地别 正是知晓这一层关系 夫人与小姐 才不敢提毁婚之事 想来想去 还得从最疼小姐的 夫人身上入手 自从夫人知晓顾家公子 那方面不太行之后 是坚决反对的 奈何夫人与老爷之间的博弈 总是落于下风的 她也做不了 女儿终身大事的主 想着之前小姐与林先生的事 我也瞒得也太严了 悔恨不已 此时 也只有向夫人表忠心 这一条路可走了 我想着 先渗透一点消息给夫人 看她如何反应 只说小姐另有一中人 不至于要我小命吧 万万没想到 此次前去 倒让我发现了夫人的秘密 静止走进夫人的院落 竟无任何丫头小撕把手 我顿觉奇怪 小心翼翼走到窗边 不敢发出任何声响 眼前一幕惊世骇俗 夫人竟与表少爷的父亲 纠缠在一起 也就是夫人的哥哥 看到夫人温柔似水 时而娇羞 时而热情的样子 我猜测 这位才是他的真爱 今日不方便打扰 我正准备悄悄回去 却遇见了不该遇见的人 表少爷拦住我前面的路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早知你不是个老实的 却不知如此大胆 富而不解 以我妹妹的性子 竟没打死你 这表少爷是个疯的 被他抓住我偷听到了 此等秘心 也是棘手 只好赌 把主子搬出来 他也能如上次一样 不会私自动手 我即刻跪下 整个上半身匍匐在地 脑袋贴在地板上 怕惊扰了里面二位 巧声回答 小姐要奴婢还有用 所以暂且留着性命 随后她抱着双臂 饶有兴致地开口 哦 你倒是说说 是何用处 本少爷在决定 要不要处置了你爸 我将小姐预计私奔 留我于大伙中 替他假死一事 和盘拖出 重点强调我该死得其所 瞧见他津津有味地听着 故而尽力说得精彩分成 表少爷听后 兴奋不已 问哪天行事 等着看这场热闹 说爸竟真的放我走了 果然是个疯的 与他对话不过半刻钟 我被吓出一身冷汗 回到房里擦洗身体时 小姐气哄哄地破门而入 瞧见了我身体上 与他未婚夫婚爱过的痕迹 被嫌恶地瞥了一眼 仿佛看见什么很脏的东西 我倒是坦然 不就是那点事 他与那相好的 也没少干 都是我给把的封 我可都听见了 小姐交给我一封信 吩咐明日 偷偷带给姓林的教书先生 又得从小姐口中得知 顾家提出有意 让试婚丫头一到嫁去 老爷夫人当然不予应允 故而小姐有些气呼呼 阴阳怪气说我是个狐媚子 我忙转移话题 愤愤不平道 林先生就不会朝三暮四 定会与小姐一生一世一双人 又感叹 不知林先生该着急成什么样了呢 明日奴婢定想尽办法出府 把信带到小姐听着心头欲贴 笑得开怀 临走又告诉我 一件惊天大秘密 小姐心情好了 随手扔给我一张大威银票 让我寻摸个清白人家 模样俊秀 再像我一样 聪明且机灵的可人少年 找机会送给老爷 他说他父亲那人 吹吹耳边风 豪实得很 而后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瘫倒在椅子上 心想 当真是把我当成死人了 啥都告诉我 我与看后门的小四春生 颇有交情 其实是他对我有意 一门心思想娶我 此人忠厚老实 对我言听计从 也是个不错的人选 可我知道 小姐不会放我 去过这么好的日子 从顾府失婚回来后 这是第一次与他见面 还不知 他是否依旧愿意帮我混出去 远远瞧见了他 我快跑几步 面带微笑 脆声声喊 春生哥 小姐派我去办点事 即刻变回 他的神态动作都有些别扭 并没有像从前一样痛快答应 我紧跟着故作悲伤 用祈求的目光哀怨道 主子的吩咐 我们做奴婢的 哪敢不从 春生哥是知晓越离难处的吧 我也有很多不得已 春生抬眼向我看过来 满脸的心疼 不像是装的 帮我打开门 临行前郑重嘱咐 小心行事 快去快回 我松了口气 别的事都好说 这信送不出去 我就太没用了 恋爱脑小姐 不会那么轻易放过我的 姓林的娇叔先生 于京城响当当的 阴天书院任职 说起来也是个体面的活计 奈何 与我家小姐相配 着实是相当不够看的 林先生当着我的面看过信 眉头皱得老深 乔治视为难得不得了的样子 让我带话给小姐 私奔仪式万不可行 事已至此 他林某不得不辜负家人心意 只能公祝将大小姐嫁得良人 看他那个庄样 我气不打一处来 只有那傻小姐 看不出来他是个伪君子 从未回过一封信 说什么为了小姐生育 不过是怕留下把柄 就知道使唤我一天到晚帮他传话 把我的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给他卖命 他躲在后面不吭声 说什么爱来爱去的 满口仁义道德 骨子里就是个道貌黯然 空手套白狼的小白脸 随后又给了我一个玉佩 说什么是他家的传家宝 我双手接过 恭敬告辞 心中富匪 咋看咋是个破玩意 值个三两银子撑死了 搞不好是在哪个地摊逃来的 不过他这招肯定好使 恋爱脑小姐不敢动的掉筋豆子 才怪了 对于我来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私奔这招行不通了 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不用放火烧死自己了 偷跑出来一趟不容易 顺便找找 给老爷暖床的可人 小姐名下首饰铺的花掌柜 做事圆滑利落 关键是很靠谱 我把银票交给他 把要求讲清楚 回复静等消息 当然了 依着以往的先例 我也分到了该得的好处 我的小金库很大的部分 都放在花掌柜这里 我已无亲人在世上 与花掌柜自小相识 她是我在这世上最信任的人 小姐的性子阴晴不定 我不得不为自己留条后路 如今正如我所想 就要穷途末路 这条后路也快用上了 回复后 第一时间傅树林先生所言 其神态动作 乃至皱几下眉头 叹几口气 我都一五一时学出来 小姐看着玉佩 气不成声 哭了半嗓 问寻人之事办得如何 得知已在火速找寻 她脸上挂着泪珠 满意地点点头 本小姐何尝不知她的难处 此事务必根井点 恐怕悔婚之事 只能寄托到此人身上了 我郑重点头 心中对这个法子大大的不认同 认为小姐想得太简单 再怎么会讨人欢心 也左右不了 这官家嫡长女的婚事吧 谁承想 竟真如小姐所想 我找机会 将那小官安插到老爷书房 隔日便传出消息 已被老爷收用 我乐颠颠地寻她碰面 可真是个可人 明明是个男子 却长了个芙蓉面 不露出丝毫媚人的神态 却就是能引得你去怜惜 与之交谈 说起露骨的字眼 双颊顺时挂起两团粉嫩 更衬冰激玉骨 我单刀直入 老爷可疼你 你若有何要求 他可愿意答应 说起这事 他含羞待怯 在房市上 颇为愿意照顾 无又不答应的 富而又大胆开口 于款不知何时解 娘的病很重 会尽快办事 我打断她 转头就去结余款 先把老爷伺候好 心到这个花掌柜的 做奸商做惯了 我们都害得人家陷了身 还不给全了治病钱 火速拜托春生 帮忙给花掌柜传话 竟收到了他送的一支金钗 颠了颠 足有十两重 怎能不敢动 我握着钗 与他四目相对 信誓旦旦地说 若春生哥不嫌弃 度过这关 月里一定是愿意的 他说不能帮我什么 只好等着我 我可不是一个脑子不清楚的 十两重的金钗呀 是我多少个月的月前了 这男人虽没姓林的那么恶心 却是个指望不上的窝囊费 跟着他哪里会有好日子过 还不如使些手段 爬向有权有势那顾家公子的床 说不定哄得他开心了 还能还我一个良家身份 感觉那顾家公子还更好哄一些呢 睡了几次而已 给他睡舒服了 竟主动提出药物 回想那几日 我的冷嘲热讽 心里应该没那么舒服吧 以成功将人送上老爷床的消息 绘声绘色地讲述给小姐后 我得到小姐大肆赞扬 小姐还顺手赏我一只猪钗 为富贵人家卖命 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小姐催促 尽快吹些耳边风 此事刻不容缓 可不能让林先生等太久 他心疼得很 我说出顾虑 那可然而冷不丁提出 不可将大小姐嫁到顾家 很突兀不是吗 小姐让我自己想办法 要快 她顾郎可等不得 我只好扬奉音为 明着为小姐办事 背后 我想怎么办 还不是看我自己 老爷身边是该安插人手 却不一定是为小姐办事的 也可以是为我办事 我虽出生便是奴才命 却不愿意落得爹娘一般的下场 因主子一句话 就丢了命 我非要为自己挣出命来 我还要为爹娘报了这仇 潜伏十几年 他们以为小小孩童不足挂齿 殊不知 五岁的孩子早已有了记忆 亦有了心机手段 当年之事我铭记在心 夫人有意混淆江府血脉 小姐差点成了少爷 就是表少爷 怎奈 夫人其差一整 未能得逞 知晓此事之人 尽数处理掉了 包括我的爹娘 做了他们夫妻内斗的牺牲者 此后 老爷夫人关系剑拔弩张 尚且五岁小奴婢 想报仇何其艰难 想来想去 爹娘因子嗣而死 我便也从子嗣上入手 定是没错的 我想尽办法 调到小姐院中 陪她长大 带她看读戏文 读画本 憧憬美好的爱情 前几年 花重金掏到了绝子药方 悄无声息地 给老爷使了 本就好龙羊的老爷 更没机会再要个孩子 导致江家仅有一毒女 还是一个养坏了的 这日子 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我猜测 夫人自己的感情坎坷 爱而不得 定是不忍最爱的女儿 不她后尘 随即 幸灾乐祸地跑去告诉她 我装作心疼又为难 吞吞吐吐地讲述 小姐与林先生的感情如何深刻 小姐内心如何痛苦 真是不知怎么办了 说到动情之处 华贵在地 小姐长这么大要什么没有 不过是所爱之人在一起 怎的就这么难 求夫人疼疼小姐吧 夫人到底心疼女儿 不怪大小姐私定终身 只怪自己没本事 夫人面色瞬间灰败 语调落寞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你是个机灵的 多宽宽她的心 夫人又狠狠地奋言 我的女儿没有什么是得不到的 眼见着大婚之日在即 依旧没有什么好办法 小姐急到跳脚 我也得表现得心急如焚 坐立不安 抓耳挠腮 这时 夫人那边传来了消息 她说 让小姐继续与情郎偷情即可 原话不是这样讲的 她冠冕堂皇道 婚事照常 亦可与林先生一如既往地相处 至于顾清之 交由月离敷衍即可 他们两个一拍即合 聊得其乐融融 我心中富匪 想得倒挺美 人家顾府公子 是我一个丫鬟能打发的 还有纳姓林的焦叔先生 人家目标是做你家的金规婿 还陪你玩 还不是得要我从中周旋 虽是累深又累心的苦差事 我却是甘之如意的 全力配合他们折腾 将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越上部的台面越精彩 越离谱越震撼 等到真相大白那一天 才够刺激 只是如今 表上也这一关得先过了 没有私奔的热闹可看了 偷情 不是更有意思 我将夫人的计划 绘声绘色讲述给她听 引得她大笑不止 竟是笑出了两滴泪 她心知肚明我今日是来干嘛的 说了句 让我把心放到肚子里的话 你既已破身 对本少爷已是无用 一条贱命 换些乐子 可 我露出狗腿子笑容 保证再有新乐子 定前来禀报 只是表少爷 神龙见首不见尾 借着日后方便来禀 打听到了她的一处别院 我作为陪嫁丫鬟 一同嫁入了顾府 新婚第一晚 我就得去勾引顾青芝 小姐吩咐的 她不愿意让姑爷碰 要为她的林先生 守身如玉 谁家丫鬟大婚之夜爬床啊 着实为难人 依着商议好的 先伺候小姐梳洗完毕 再慢吞吞脱姑爷的衣服 边脱边聊拨 这里柔柔 那里柔柔 反正都要柔个便 脱到仅剩礼衣 再感慨 姑爷今日尤为辛苦 自告奋勇 给姑爷泡泡脚 解解乏 她竟然应允了 我摸摸蹭蹭 给姑爷洗 这里摸摸 那里摸摸 摸摸嗖嗖那种摸摸 好半天过去了 偷描一眼 小姐装作等太久 沉沉睡去 主子间是不到了 我瞬间白烂 我不管不顾地 往顾青芝身上拱 我心想 不管法子如何拙劣 反正我是引诱了 又不到可怪不了我 我的做法 引得顾青芝青笑出声 静大手一挥 搂住我的腰 眉眼带笑 你这奴婢当真大胆 小姐在那桩听不见 我低头不言 心想着 新婚之夜呀 哪里是你装睡 就能躲得过去的 谁知道 这顾青芝 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主 她竟真当着小姐的面 把我办了 这回 一次是罢 我就赶紧求饶 使劲扒开她 还拽在我胳膊上的手 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索性 平时活干得多 趁着她爽快时 有力气扒得开 小姐第二日 心情甚为愉悦 让我给自己熬一碗 保胎要喝 我受宠若惊 忙点头 感谢小姐的大恩大德 看她满脸 志在必得的模样 我会不知道 她想要去母留子 一天到晚 就想要我的命 大婚第二日 要拜见顾家二老 和一众亲戚 我连夜把要送的礼物 逐个清点整理出来 顾家家大业大 东西太多 怕出了差错 所以 昨晚也是真的有事 上到老爷夫人 下到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儿 都面面俱到 精心备了厚礼 江家虽不如顾家事大 却是实打实地有钱 这送出去的每一样 都是花了大家钱的 瞧着顾家人的脸色 都颇为喜爱 小姐给大家留下了 懂事又用心的好印象 赐给我一个 扮得不错的眼神 只顾清知 瞧了一眼那些东西 便别开脸 等着面 看来她对于新婚妻子 拿银子收买她家人这件事 极其嗤之以鼻呀 可是她顾家不就是 看中江家钱财 才答应赢取吗 要不然 凭她顾清知的家事学问 长得又以表堂堂 为何寻了低她家 好几个阶层的亲家 出入府 也没个得力的心腹 出门办事甚为不便 小姐想出府 比在江家还难 我献计将顾府中馈包揽了下来 小姐手指头缝露出来点 就足够补了 令顾府焦头烂额的亏空 如此做法 顾家上下都很满意 小姐在后院的声望越来越大 我负责礼账 也捞了不少油水 真是皆大欢喜 有钱财铺路 小姐在顾府过得顺风顺水 隔三差五 即可寻油透 出门约见林先生 我照常给他们望风 那姓林的 本不愿再搭理小姐 这怎么行 我出主意 用小姐的嫁妆 为林先生 置了个四进四出的大院子 并特意提出 房契和该一并交与林先生 心道 他可是个不见兔子 不撒婴的主 远远瞧见 小姐欢欢喜喜奉上房契 姓林的颤抖着双手 面露为难 拉扯半天 终是义正词严的勉强收下 小姐依偎在她怀里 这才逆胡上 她们两个花钱月下 如胶似漆 被我瞒得极严实 这也是小姐离不开我的重要原因 我可忙活得不得了 还得忙着把顾清之伺候好 她可不是个好伺候的主 还抠门 夜夜辛苦 捞不到丁点好处 她对我大抵是满意的 屈尊降贵 跟着我睡了几天偏房 这夜完事后 主动提出 把我抬为姨娘 说是要给我体面 当谁不知道 她这是偷偷摸摸地 自己进过了 不想委屈自己 睡不惯了 我求之不得 趁着男人新鲜感还在 顺坡上爬 大胆提出 想要良极身份 我想着就算现在要不来 多要几次 总有她拉不下脸拒绝的那天 谁知她一口硬撑下来 隔天一早用早饭时 直接下达命令 抬我为良妾 让小姐交出卖身器 小姐瞪了我一眼 还没来得及应声 只见顾清之冷了语调 言辞犀利道 早领叫了江大小杰的金贵 高攀不得 怎么 要一个你亲手送上床的奴婢 又不合你心意了 面对她的质问 小姐不敢有半点懈怠 敢忙硬下来 然后我的卖身器就到手了 换成了良极身份 姨娘的待遇 比从前好太多 没什么活给我干了 白天陪小姐私会情郎 夜晚伺候好顾清之 经历过此事 知晓她是个半时事的 特意学了好多花招 讨她欢心 她颇喜欢于我在房市上一较高下 我也尽力配合她 真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好计较的 我猜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 在她出小人事时 刚好与我一起 还落了下风 让她耿耿于怀 她与我从不谈感情 只论记忆高低 睡久了 感情逐渐加温 这一日 顾清之匆匆赶来 面带骄傲和喜色 亲自将几颗新鲜荔枝 交到我手 看她那个样子 稀罕得很 我配合着大惊 姑爷对月里可太好了 这东西多难得呀 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剩下最后一颗 我放在嘴边问 姑爷要不要来一颗 她摇头种梅 仿佛我的吃相没眼看 吃你的吧 我边吃着 无意间告诉她 这东西江福有的是 小姐经常吃 吃不完都是要烂掉的 我想让她知道 她当成宝贝一样 珍视的东西 在江福简直不值一提 顾清之沉默了好一会 该是听进去了 得了男人送的东西 管她好赖 都要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 千恩万谢 撒娇卖乖 顾清之很吃这一套 竟大放厥词 离而若表现得好 日后还会有 我笑笑不渝 看着自己一身行透 可谓价值不菲 心中了然 怪不得顾清之 从不送我衣裳首饰 莫不是买不起吧 堂堂顾家少爷 不会还没有我有钱吧 想到这丝不是抠 是穷 还得给有钱的小妾 送拿得出手的礼 倒是难为了她 忍不住摇头 这顾家一家老小 自诩清留人家 名下只有田地庄子 无意间商铺 日子过得入不敷出 也是有意思的很 这段时间 我专心攻略顾清之 又见成孝 他不许我叫他姑爷 公子少爷都不行 他让我换他 清之 他说我的声音好听 我就得一边伺候着 一边回应着 还得一边叫唤着 他看我的眼神 越来越灼热 我越来越得意 我会在他一大早起床时 抱着不撒手 非要他再陪我一会 开始时 他会敲打我 莫要恃宠而骄 逐渐 他自己也不愿意 即刻变走 要与我闹腾一会 他会为我做一张又一张话 他会为我描眉碗发 他竟然说宠我宠得太过 我暗暗撇嘴 竟是些不花钱的 何谈宠 面上却要欢喜满足 抱着他的胳膊 撒娇卖乖 摇啊摇 一次酣畅淋漓的大战结束 顾清之神色艳足 紧紧搂着我的腰 施恩的语气对我说 我顾某一生 仅会有一期一切 若你能与我一直和谐下去 传宗接代 可不换人 离而 望你一如既往本分下去 我们就可以一直在一起 做这么多年奴婢 我身安此道 主子说啥 千万谢准是没错 他自诩深情 我就恨不得跪下给他磕头 瞧着他那称心如意的样子 该是哄到位了 一微在他怀中 心满意足地笑了 又一次前往表少爷私宅 我故意透露了一下行踪 当晚 顾清之就带着怒气而来 满眼不悦 沉声问我 所去何事 我哽着声音 拉着他的胳膊解释 都是表少爷 顾清之依然臭脸 却没有推开我 我急忙战战兢兢地讲述 得知我失婚过后 表少爷的雷霆怒火 以及他要求我隔三差五 就要去跟他说说话 再强调一下 仅仅是说说话而已 他嫌我失真 碰都不让我碰他一下 顾清之面色黑的像墨 转头凝视我 浑身都散发着危险的气场 说说看 你还想怎么碰他 我心一惊 哭诉我 害怕都来不及呀 然后撞似惊恐地提及 表少爷将少女做成人偶娃娃的怪癖 我说 每当表少爷惋惜我破过身 做不成了时 都京剧非常 此次计策 冰形显着 我想要试探一下 这位床搭子 对我的感情到了何种程度 同时 趁机递给他一把刀 试探他胆量如何 野心多大 我看得出 他们一家子都爱徐明 断定 他需要展示自己 他想要一个扬名的契机 借商骨人家的丑事上位 没有风险 又能体现他 淡薄财富 大意灭亲 所以 我求他为我做主 少女人偶一事 闹得满城风雨 夫人满脸憔悴 前来求情 贝兰在大门外 顾清之 为给他的岳母丝毫掩面 小姐依然满心满眼的林先生 不管家中事 我乐得开怀 这男人果然是个办事士的 既如此 我的报仇大计 也该提上日程了 夫人回去变病了 我好说歹说 劝小姐回府看望 最后提起 归家后 可与林先生日夜相伴 她才欢欢喜喜地答应 夫人害了病 有来往的夫人们 自然要前来看望 趁着这次人起 我准备了一场大戏 不过就是 兵分三路 引那些夫人们 看了一场大大的热闹 使得他们不小心看到了 老爷与可人的好事 夫人与其哥哥的好事 小姐与林先生的好事 江家的丑事 再次闹得满城风雨 无人不知 这架势 得作为 接下来几十年的谈资了呢 我将这些年收集到的 江府的犯罪证据 尽数交给顾清之 这些东西 在我手中捏了数年 苦于一直没有机会交出去 只因一介奴婢 能做得实在有限 谁家没点烟杂是呢 这些事放在从前 不费吹灰之力 就压下去了 现在不一样 江家实在伤风败俗 顾家想和江家批清关系 且前阵子 表少爷一案 谁人不知出自他的手笔 顾清之 不得不就范 为了顾家 为了自己 除掉那一家子人 在他用极其危险的目光看向我时 我抚摸着肚子 如实告知 已有三月身孕 他和该感谢我才对 如今 满京城 谁人不知他顾大人的名号 已深入局 连破多起案件 简直是他们年轻一辈的楷模 顾清之将我囚禁起来 恶狠狠地说 容我生下孩子 再跟我算账 他恨我毁了故事最在意的名声 他虽算立了大功 挽回了点尊严 却免不了被人诟病 他脑袋不愿见我 我安心住着 不必再伺候任何人 还有人伺候我 每天都在逢小孩的衣物 帽子 虎头鞋 一针一线都极为用心 真心地期盼着小宝的到来 顾府未曾亏待我 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得到的奋力 还剩从前诸多 我要的物件 隔日便能送来 隔三差五 还能得几颗荔枝 那段日子 过得尤为悠然自得 江府满门抄斩之日 我请求亲自见证 回府途中突发不适 将身边丫头支走 消失在人群 在花掌柜那里 拿到这些年的积蓄 足够我和孩子 一生衣食无忧 还能过得很好的那种 花掌柜含泪送我离开 她是我母亲的好姐妹 曾听她讲 我娘是被家人 以二两银子 卖到江府的 死气 只能一生为奴 他们俩同样无依无靠 惺惺相惜 在府中挣扎求生 好不容易长到了成年 我娘本也有机会出府 帮主子管外面的事 却为了心爱的男人 选择留在府中 只为能够常常见面 花掌柜说 父亲英俊 为人温和 对娘也是一片痴心 隔三差五 就会买来娘爱吃的水晶糕 食心的小玩意 辗转赶了半个月的路 选中了一处山清水秀 民风淳朴的山村落脚 为自己改换月明 买了一间小屋 门前种菜 后院养鸡 在顾府做的衣物 一概没能拿出来 一来留下安心待产的假象 二来留着恶心顾轻之 抨击他 在我也脑子不清楚 对男人抱有幻想时 他说的一切一切的理论 我抚摸着肚子 手中飞快地感知着针线 是要做出更好的衣物 帽子 虎头鞋 我做的虎头鞋 针脚极细 绣出的图案活灵活现 好穿又好看 单脆 对外宣称 做绣品维生 村里的小娃娃们 都穿上了我做的各式绣鞋 就这样在村里安顿下来 相处久了 村里的人 对待我这个不幸丧夫 又有怀有身孕的寡妇 尤为关照 我的小宝 长得玉学可爱 如今 你会软糯糯地叫我娘亲 小宝快三岁了 我不想他的人生 缺失父亲的角色 几年来人设立住了 名声也经营得相当不错 人人都说月娘子 秀逸精湛 勤劳能干 老是本分 穿得虽是粗不麻衣 但谁看不出是个好模样的 因此 我的追求者一直不少 我看中了个猎户 名为赵虎 他是个半时事的 三天两头 在我家大门口放两大捆柴 想送回去都难 几年来 也曾收到过读书人写的酸诗 村口做豆腐的人家 来送过几块 有些家底的 还会送些拆还首饰 我都会言辞拒绝 指着柴 却是一天都缺不了的 美美欣然接受 赵虎爹娘均已不在 家中只于他一人 他性情寡言少语 身强体壮 虽看起来凶巴巴的 却也安全感十足 每次见他 都是清清爽爽的 想来都是刚刚清洗干净 便即刻赶过来的 想来想去 这人当真和我心意 与赵虎成婚后 他也常常给我买镇上 最实心的衣料首饰 给小宝留最新鲜最嫩的肉 他头脑简单 只想着多多打猎 多多赚银钱 如今这般 已是最好的日子 我很知足 全文完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看小说 你看小说 哇 最好的 窝